上海青埔区一名长者大声嚷嚷 因为刚刚在超市买到的肉 居然是外省捐赠的 影片中显示 肉皮上的张印有河北某某有限公司 4月29号简易合格字样 有网友表示 一般来说上海的超市只能出现上海的张 出现别省的张 基本上流入不了销售渠道 另一个网友说 这并不是本地的张 既然不是 那么有两种可能 一是超市老板违法了 但基本上很难 二是捐赠入境来的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 只是愿不愿意承认而已 这名上海长者结入后 被原建议试图塞进车内带走 引发周围群众不满 有的自发挡在车门口 试图阻止公安抓人 还有一名妇女躺在警车的车盖上 但最后被公安拉了下来 网友说 我震惊的不是捐赠物资被卖 而是曝光的人被带走 这是哪条法律 据媒体报道 当天晚上 上海金泽镇市民再度发起抗议 新唐人亚太电视 怎意好 老师永如综合报道